明天就是10月1日国庆日 今天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的国庆招待会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国庆招待会 温家宝在招待会上表示 为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自豪 并对未来前途满怀信心 要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和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 温家宝还表示要大力推动科学发展 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对于港澳地区更加要加强合作 维护港澳繁荣稳定 温家宝还表示要坚持新形势下 发展两岸关系的各项基本方程政策 认证落实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与台湾同胞一道 共同促进两岸和平发展 澳亚维持南苏侯俊明 北京报道